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沒錯,當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代表台北馬拉松已經剩下真正的倒數七天啦 真的七天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將來進行台北馬賽前的最後最後的長距離練習 那今天的時間是禮拜四 也就是台北馬前的...九天 那今天的訓練呢 我們準備要進行一個20K的比賽配速模擬 那我待會呢會嘗試從這個地方 就是在大直橋後來往南港方向這邊一點 那待會的目標會是模擬一下 在27.5公里進和題 欸是27.5嗎? 我昨天跟你講27.5 27.5進和題的時候 這一段 然後我們會從南港機場這邊一路過來 到全馬車翻點 然後跑回健康路準備出去 今天邀請到我們最速的攝影師 也就是完成FXT體驗的 邁尼教練 今天的目標 就是要讓他嘗試著拿著相機 然後跟著我跑完 今天的這個4分15的全馬配速 那我們今天用的相機是什麼呢? LINSA 7的Ace Pro 出發的這個賽段這一段 去城是... 我們算逆著跑啊 我們先跑到那邊再跑回來 所以這一段應該算是已經 到全馬的河濱折返點 所以這一段比較順風點 比賽在這個地方 就是迴轉點 那我們今天逆著跑 所以過去的時候先逆向前進 但實際比賽的時候 全馬到這邊大概是折返回轉 然後就準備往... 健康路那邊 出去... 那一條叫什麼 忘記叫什麼 反正就是從關六河濱公... 關三河濱公園出去那邊 六號水門出去 出河濱公園 往健康路 然後回到南京東路 第一公里 4分23 算是稍微熱身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慢慢加回到 4分15 每公里的比賽配速 到時候比賽 我也想說... 前面2公里到3公里 先稍微慢一點點 就讓肌肉熱身完全一點 因為出發時間是6點半 所以當時候可能還是 有點身體冷冷的狀態 OK 我們現在跑到關三河濱公園 均速也慢慢回到我們的 目標配速當中 現在大約手錶瞬間配速是4分10秒 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觀察一下我自己的心率狀態 大約在什麼時候會 區間過高 第二K 4分16秒 因為我自己的 目標是 腰跑在大概2.5區 左右的心率區間來完成 但如果 一開始就 上升太快了 對我來講是比較不好的狀態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們今天要模擬比賽 所以 5公里才會喝水 10公里吃果膠 然後全場今天要模擬 20公里的距離 所以大家看我今天這層航頭 也全部都是 比賽的 定裝配備 這層航頭 到時候全馬道這邊應該也是 會人比較多的地方 明泉大橋這一段 路比較窄 大家可能要 稍微卡位一下 第三K 4分12秒 今天雖然 早上出發的時候很冷 但現在大概8點多 太陽出來其實還是蠻熱的 所以比賽當天有可能後段 太陽出來的時候會 溫度上升蠻多的 排在我們的目標配速範圍 現在的心率區間 157下 大概是二區的下限 慢慢適應調整一下 後面有出現人框嗎 臉框框嗎 有框框的時候就代表 它有抓到 人像模式 它會優先曝光你的人臉 第6K 4分21秒 果然不能聊天太久 剛剛 稍微講比較多的話 心率就從157到160了 現在慢慢有降回來 158 4分16秒 有回到我們的目標範圍 但心率 已經開始 逐漸的上升 第9K 4分12秒 38分21 心率現在158 還可以喔 到第10K 準備吃果膠折返 OK 準備吃果膠 攝影師也要補給 補給團 真的辛苦 就是要 跟我吃碗 他才換他吃 太辛苦了 輕率 158下 還不錯 維持著這個區間 算是2.1 2.2區 還OK 努力讓他不要升快 升高的這麼快 好 不能再講話了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次拍攝的運動相機 也就是Insta360最新推出的Ace Pro 那這台運動相機最厲害最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夜拍功能 非常非常的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片段 就是我在前幾天晚上去工作的路段 在室內的畫面 在晚上去教學的畫面 都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感光元件的這個運動相機上 搭載了1.3英吋 算是在夜拍功能上面 應該是最好的運動相機 那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他這次除了感光元件很大之外 他也是搭載了萊卡的鏡頭 所以拍出來的畫質啊 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除了萊卡鏡頭很厲害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這次搭載了很多AI的技術 所以在這些運算搭配很強的鏡頭 整個畫面出來的品質真的是很優異 那這次還有很亮點的地方呢 就是AX Pro搭載了這個2.4吋的翻轉螢幕 所以你實際在自拍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這麼大的螢幕耶 你有看到嗎 然後我們往下滑 開啟這個手勢模式 打開 他有個亮點我比夜 他就會自拍 那你把它切換成錄影模式之後 比5 你看 他就會開始錄影了 錄影完畢之後 只要再比個5 有沒有 停止錄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空出你的雙手 不用一直按畫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剛剛除了按2跟5之外 我手上還搭載了這個控制螢幕 這個手錶很厲害的地方 他可以直接用手錶來操作相機 如果我相機現在是這個畫面 然後我只要從手錶這邊 按一下錄影鍵 他就會開始錄影了 所以我就可以實現遠端操作 例如說我現在只有一個人 我就可以把這個相機架在地板上 然後在遠端用手機的方式 或者是用這個相機遙控器 就可以直接操控這台相機 那他其實還有畫面 往下拉這個AI畫面打開 他就是叫做AI亮點助手 當你今天拍攝完所有畫面 像我們剛剛拍了眾多跑步畫面 然後你只要到手機的APP打開之後 他就會自動幫你剪輯出 今天的精雄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AI自動剪輯出來的成品吧 那總結來說這次的Az Pro 還是有非常多亮點 像以往我覺得運動相機最大的痛點 就是夜拍這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很常比賽是6點多出門 在這麼早的情況下 天頭還沒有亮 其實運動相機一開始都是顆粒感超大 但這次有感的升級AI之後 拍起來的成像我覺得是非常滿意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2.4吋的翻轉螢幕 在跑步攝影當中 也是很方便 就可以讓你看到自己的構圖 那這些功能以外呢 我覺得AI升級也是最有感的 像我們剛剛這樣拍攝之後 隨機他就幫我們生成了一個精華片段 我覺得剪輯起來 也可以直接當預告片來使用 最重要的是啊 從現在開始到12月25號 這段期間 Insta360的官網有做聖誕優惠 非常多的優惠等大家喔 第14K 4分08秒 剛剛想要介紹這台相機 被人心衝太快了 調整一下 159下心跳 那這樣整路介紹 好像可以240喔 先不行先不行 14K囉 目前59分 45秒 16K 4分11秒 最後4公里 準備經過前面 關山河濱公園 目前心率163 稍微升高一點 17K 這段太多下坡了 4分06 難怪腳有點痠 輕率來到165了 調整一下 但這一段開始覺得逆風了 過明泉大橋 黃 這邊是關山河濱公園的時候 風比較大 這邊可能要找集團躲一下 全馬折翻點道 就是這邊 但是我們今天 沒有要模擬跑過去 只跑這一段過來 所以我們只要把里程 湊到20就好 目前 已經19公里 第19K 4分13 最後1K 哇 跑完了 20K 距離20.02公里 平均 平均配速 4分13秒 儲存 感受難度 困難 強 休息一下 現在才20K 還有 22公里 才是全馬完成 然後我們的20K用時是 1小時 4時 4分 是嗎 1小時 24分33秒 均速 4分13 3 以這樣的配速 如果全馬要 SUB3 應該是有機會啦 後面如果不掉速的話 OK 完成今天的賽前訓練 我個人認為 今天的練習 應該有到 75分到80分 因為 控制心率這一塊 我個人認為 我們在這次 算控制的還滿好的 因為盡可能維持在 我自己理想的範圍 就是 157 158下 不要太高 太快進 山區的話 對我來講 後段就會比較危險一點 但我覺得這次 因為上個禮拜 的25K 到今天 其實只距離了 應該5天而已 腳還有點疲勞感受 所以我跑到第17公里的時候 我的舊傷 是屁股這邊連下來的 半件半膜 就是骨二頭肌群 有點沒力 有點覺得腳 不太舒服 那 我可能今天明天要去 稍微治療一下 對於我腳的恢復來講 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 螞蟻教練 你認為 這次的全馬攝影挑戰 相對於我們上次 只跑330 你覺得這次會不會比較有挑戰 這次有啊 這次拿相機的感覺就是 身體要很穩 不然會有很多的晃動 因為上次只跑5分數而已 今天的配數是4分15 所以整體感覺是比較 對你來講有ㄍㄧㄥ了嗎 對 要注意太多地方 因為動作會歪掉 然後畫面又不能震動 那你剛剛心率多少 報給大家聽一下 平均嗎 對啊 平均心率 來看一下 畢竟他可是參加過 FXT 30小時 玩賽的 最年輕 玩賽選手 我剛剛的心率區間 平均心率 是 159下 那我一樣耶 150下 唉唷 看起來我已經追上FXT選手了嘛 有練有差 臭不臭不臭不臭 臺北馬倒數 最後的10天 接下來 這禮拜 請大家好好好的做休息 最後 應該大家看到影片的今天已經剩下最後一個禮拜七天了 所以這幾天 不用跑太多量了 反正你要多注意的是讓腳趕快恢復 吃好一點 睡飽一點 然後盡可能開始調整你的作息 不要太晚睡覺 甚至要開始練習你的上廁所的時間 然後早上起來吃早餐的時間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我們在臺北馬賽前的最後模擬啦 我是你叫Andre 我是哪一個練 你有什麼話要跟觀眾講 剩下一個禮拜 沒有耶 他都講完了 好啦 臺北馬賽場見 希望這一次我們可以挑戰 Sup3 加油 鼻 onde封了